嗨 我是玉子 有一次小鹿正值青春派逆期 然後就每天出去外面鬼混 然後鹿媽媽就打電話給小鹿說 小鹿你什麼時候要回家 然後結果小鹿就回他媽媽說 我不要 我從此要在外面江湖闖蕩 然後鹿媽媽就心聲感嘆就說 啊 真是一條不歸路 今天要開錄音設備啦 有沒有遇過那種 一時要筆記結果你手忙腳亂 拿不出筆記本 或者是總是會漏抄的情形呢 今天要分享全新的這個智能錄音設備 PlowNow是最新的智慧錄音設備 看一下 它的外型是這種極致輕薄的鋁合金 這麼薄 它同時融合了OpenAI Whisper的語音轉寫竹字稿 跟ChatGPT AI的重點匯整兩個功能 透過專屬的PlowApp 你就可以隨身記錄這些語音文字訊息 然後它可以貼心的幫你整理出重點 讓做事效率四半功倍 有錄安 優柔安 好多朋友推薦我終於也要來自己試試看 希望它可以縮短我準備資料跟寫稿的時間 外型就像這樣 一個包包的 然後它長得很像行李箱的外殼 有這個直直的條紋 這是鋁合金的材質 我覺得摸起來也有點像鐵桿的乾面 但是再稍微有溫度一點點 上面是他們的這個品牌Plot 圓圓的按鈕是開始跟結束錄音 這個小小的是錄音模式的切換撥桿 以現在的科技來說 要深層竹字稿真的是太容易的稀鬆平常 所以它厲害就是可以深層竹字稿又會整重點 那現在TrackGPT其實已經很大程度在幫助我的生活了 但是它可以利用TrackGPT AI 將文字稿變成六種模式 意思就是零零種種廢話一堆的直接簡化 如果要記錄會議或是通話的重點 或是你上課的精華 之後都還可以總結起來 然後你要做成新制圖的話 也可以直接製作 在APP裡面就可以直接把音檔變成竹字稿 然後竹字稿不是會有總結嗎 這兩樣東西都可以讓你自由編輯 當然除了平常用的繁體中文之外 它還可以辨識57種語言 所以你是外商公司 或者是有多國會議要開的時候 資料都可以一樣記錄下來 剛剛提到的這個小撥桿 其實它是切換錄音模式 你往上翻就是通話錄音 向下就是環境錄音 而且它的通話就是貼在手機上面 手持或是語音都可以 但不能聽耳機 通常一場conference call 大概兩個小時內容多到不行 你要一邊筆記還要一邊回應現場的會議 就根本就不能把他做到 但現在如果有機器可以幫忙的話 就會省掉不少行李 除了這麼多方便 其實真的很難想像它一個扁扁的機 就可以做到這麼多的事情 那你不論是這樣直接夾在書本裡 或者是它在盒子裡面有附贈一個東西 很眼熟喔 登登 是MagSafe的這個夾子 你就直接把它機子放進去裡面 然後黏上手機 黏上去 這樣子你就可以在語音通話錄音的時候非常方便 但如果你沒有MagSafe的話 它也很貼心的提供給你這個換環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貼在安卓的手機上面 那一樣就可以幫你吸住 操作超級簡單 你的手指只要會比毛毛蟲就可以用 如果你還在猶豫的話 除此之外它還有這些特點 1.電錄音 AI智能降狀 骨子三層 重點整理 30小時連續錄音 64G內存 10C充電 好 我們現在試試看通話錄音的功能吧 把它放在這個MagSafe的皮套裡面 咦 把它吸上手機 開啟 通話錄音 一拉 紅色的這個 我要準備打黑通電話 現在我按上電話錄音 然後撥電話給我秘書 嗨 以後 先跟你對焦一下這幾天的行程 對 請問明天上午要幹嘛 好 我們通話到這邊就可以了 謝謝 掰掰 這樣就錄完了 紅燈熄滅了 來看一下它剛剛錄了哪些內容 然後現在呢 這個第一個就是我們今天錄音的通話 可以稍微聽一下 嗨 妳好 點進來之後呢 然後按這個錄轉 就可以把剛剛錄到的東西轉成主字稿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 還有每個時間軸講了什麼話的主字稿 然後如果你有想要編輯的話呢 按這個小小的BB 就可以進去編輯 編輯好了之後再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呢 你看旁邊有一個總結 這邊就有通話資訊跟摘要 摘要是完全它幫我練的喔 明天早上上午行程 明天早上午行程 跟後天行程 然後下一步的安排 直接在這個地方編輯 然後插入更多資訊 再來呢 就是Mindmap Mindmap之後呢 就有根據摘要自動生成的 心智圖 六大形式的總結呢 就可以在這邊找到 心得總結 用完之後想到一首歌 你說是我們相見很晚 如果找到這個東西的話 我就不用每次接電話的時候 手忙腳亂搞不清楚要記什麼內容 或者是來不及記了漏掉行程 那在CHATGPT六大總結形式裡面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條列式 因為它是我最習慣的整理方式 也是最實用的 那如果呢 有想要變成心智圖的話呢 也可以直接從裡面生成 這是我第二喜歡很乾淨的整理方式 總的來說呢 它應該就是 把零零種種的一大堆內容呢 可以說得很精華 然後變成裂點 或者是它還可以用這種 用Emoji的方式 幫你提出重點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的確會省掉不少時間 那兩個人一個有用PLODO 一個人沒有的話 有用的人 它處理事情會更有效率 而且更精確一些 今天的影片分享給大家這個 智慧型的錄音卡 希望大家喜歡 然後特別是我覺得商務人士 或者是你是自己接案 像我自己的話 就會覺得非常的實用 喜歡影片不要忘記按讚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Follow我們的N subscribe 有人很會喜歡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然後就這樣 大家下次見掰掰 掰掰